她是一個有肚腩 很喜歡跟朋友出去玩 還有挺顧家的爸爸 要這樣說 否則家藥可能會少很多 這麼徹底了解智慧的看法 就是得智慧的寶貝女曾寶怡 平時大家可能會幻想 智慧這個整股專家 會有個怎樣的女兒呢 有一天小明去快餐店找東西吃 她就跟我的新聞說 麻煩你小姐 我想要一個豬柳漢堡 那我新聞就說 要蛋嗎 那我小明就說 麻煩不要蛋 她說 不行啊 一定要蛋啊 小明就說 我也說了不要蛋啊 那我新聞就說 不行啊 一定要蛋一蛋啊 寶怡在台灣大學修讀社會學系之後 就在台灣一間電視台做幕後 兩年前那間電視台就找智慧做娛樂節目的主持 當時有人就凌機一觸 索性就找他們父女當合作 因為這樣 寶怡就跳到幕前 擔任節目主持之餘 現在還出了唱片做歌手 寶怡一向都表現得口齒伶俐 難道智慧平時訓練有數嗎 她教了我們很多對朋友要尊敬 還有做人要謙虛 其實我都學了很多東西 我現在她簽名的經理人 都是全台灣最出名的女主持 你慢慢跟那個人多接近 跟她多合作 你慢慢知道 為何會這樣 慢慢 你就可以成才了 你不怕她吃虧嗎 不怕 被人整股 慢慢整股 失敗成功之無 慢慢被人整股 我也是被人整股 才有今天 即是歡迎整股你的女主持 歡迎 你選了一個有的 曾小姐 我也有 對 兩塊都有 你要問 你問掌門人 掌門人 大家看到 父女情深演令我很感動 這塊是幫我女兒頂的 多辣也好 都要頂著 父女兵一起上陣 不只拍廣告和拍 就連整股我們的主持 也特別有默契 謝謝 馬上走了 志偉 你滿不滿意你女兒的表現 正華 剛才我們沒有什麼對手 是的 我問你爸爸 你先回答 你輪著來 你這樣嚇到我女兒怎麼辦 爸爸大 她有多大 除了年紀 她很大 地位都高一點 嚇我女兒 也不敢做的訪問 你這麼兇 你叫什麼名字 說笑而已 好不開心 好嗎 滿不滿意 你覺得呢 你去旁邊看 那就行了 我覺得我們最喜歡的 就是希望旁邊人的意見 我自己說沒用 你覺得好就好 是不是 你呢 你覺得你爸爸剛才拍廣告的時候 跟你合作成怎樣 挺好啊 為什麼他又回答 他 那就是旁邊人的意見 你倆自己說什麼 有自己的事 真是 我覺得很厲害 很有耐心氣 始終是影帝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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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